2016年一始,朝鲜将进行它的第四次核实验,随后又发射了一枚远程导弹。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后来宣布朝鲜为有核国家,拒不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禁止朝鲜发展核武器与弹道导弹的决议。 地区安全问题分析人士丹尼尔·品克斯顿认为,这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仅构成军事威胁,而且如果驱从朝鲜承认其为有核国家,有可能会触发全球军备竞赛。 假如其他国家看到这种情况后说,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嘛,打破核现状并没有代价,我们也想拥有核威慑力,因为这样做一点代价也没有。我认为这会让世界变得更加危险。 朝鲜进行了核弹和导弹试验后,韩国方面切断了所有和朝鲜仍然存在的联系,包括关闭开城工业园区,这项耗资巨大的合作项目雇佣着5万4千名朝鲜人。 2016年3月,美国和中国共同在联合国推出新的严厉制裁,全面实行武器禁运,并增加了对朝鲜的金融和贸易限制。 新的制裁确实减少了中朝边境的交通流量,与朝鲜的贸易多数都通过边境进行,不过,北京似乎不愿意严格实施有可能引发动荡的制裁措施。 美国向朝鲜半岛部署了更多的军事设备,并与韩国举行了历来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。 据报道,演习包括对朝鲜核基地实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的假想情景。 2016年中期平壤公然抗拒国际社会,加快武器开发项目,试射了许多陆基和潜射弹道导弹。 9月,朝鲜又进行了一次核试验,则是史目前列的一年之内第二次核试报。 联合国随后加紧了制裁,安理会秘书长潘基文对外交手段似乎未能找到和平解决方案,表示遗憾。 朝鲜单导导弹试验及核试验带来的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,这让我深感关注。 安理会仅在今年就召开了十次会议,安理会为一个议题开了十次会,这是史无前例的。 9月底,朝鲜暂停了所有这些挑选活动,平常似乎摸不准如何应对韩国爆发的腐败丑闻。 丑闻导致朝鲜强硬的对手朴景慧总统被弹劾。 在美国,唐纳德·川普当选总统,对此金正恩领导层似乎也把握不准如何反应。 分析人士预计,平常很快就要考验首尔和华盛顿新领导层,而韩国和美国接下来的回应方式有可能带来新的对话契机。 也有可能增加冲突的风险,美国精英帕登首尔报道。